下層我有放一塊石板 然后我把这个樱花 放个半包吧 倒下去用水泡开 因为它是咸的 我要泡一下不然会太咸 然后呢 这樱花是淘宝买的 所以品质不一定 那我就可以看到底下有这么多盐 然后这个就下面有一点一点水 然后呢 放到这里面加热 我要加热到70度C 这个烤模 上面我垫一层油布 油布我预先剪好了 尺寸都是对的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会把旁边 和回纹针夹住 等一下蛋糕 不会把这个布粘走 然后烤之前我会再把它们拿走 就这样子 那这个油布我洗得很干净 每次都要用肥皂洗 因为我怕它要油油 那到时候就会 没有办法撕下来的时候 有毛巾面 就不好看了 然后就是铺樱花 我铺在这边的三分之二 因为这边会卷在中间 樱花反正露不出来 所以我就不铺了 然后就这样交错 那我喜欢比较扁的樱花来贴 不然到时候油布撕起来 下面有面糊 跑到花和油布中间 这个花就不漂亮 所以要找那种 可以贴的扁平的 蛋糊就比较不会跑进去 那个中间的那个空隙 那个油布和樱花中间的空隙 这里有一点水 其实更容易 可以顺便把樱花 花瓣打开 很好用 那如果用烘焙纸的话 这个油布就 不像油布一样 不怕水 烘焙纸就会吸水 所以 没什么办法用烘焙纸这样做 所以我觉得这个油布的好处 是这个 然后我就用纸把水吸掉 然后 我会很用力的 把每一朵花 还有那个 油布这样压 压扁 这样贴紧 等一下才不会被蛋糊 冲的浮起来 八个蛋 然后把蛋白蛋黄分开 这些容器 都不能有油 有一点点水 没关系 我这个把蛋白分开的时候 蛋白有两个主要的层 一层很浓 紧紧的围着蛋黄 另外一层比较稀 很容易就脱离蛋黄 所以我在捞的时候 我会这样子 手指打开一点 让一些蛋黄先流掉 然后呢 我会把这个浓的蛋黄 稍微断一下 它就会自己顺着指缝流下去 看一次啊 我是把这个 中间浓的 让它断掉 它就流下去 抓起来 中间浓的把它截断 它会自己流掉 然后你这个手指要一直开着 蛋白才可以流掉 好 这就是 Three 这样子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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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這時候我們會需要的是這個攪拌器 還有溫度計 溫度計我要到70度 現在是83-85度C 所以我就趁這個降溫的時候 然後邊攪邊降溫讓它降到70度 70度點久了 所以差不多可以 然後先下面粉 燙麵 放麵會讓那個麵粉的筋度破壞掉 所以蛋糕就會很蓬鬆 不會吃起來好像好像碗櫃那樣太Q 像麵包一樣那樣不好吃 蛋糕要蓬鬆沒有筋度 所以才會要用低筋麵粉 然後就這樣一直攪拌到這個 混合物看起來很光滑亮亮的 沒有麵粉顆粒的這個時候 就差不多了 然後摸一摸如果還燙手 我就不會現在就加蛋蛋黃 我再等一下 或者等不及的話 就放到冷水裡面 讓它降溫這樣快一點 現在摸起來不燙手 溫溫的 其實我是等不及拿去泡冷水了 就把蛋黃倒下去 然後攪散 這個步驟要徹底的把蛋黃跟其他的東西混合 這樣子乳化均勻 裡面才不會有多餘的東西 讓底下的蛋白糊消泡 蛋黃加下去以後 這個東西會變稀一點很正常 就這樣 然後呢 我會蓋上蓋子 讓它不要表面結一層皮 好現在開始打蛋白 開始用最高速 然後打到大泡泡這樣子 先不要加糖 然後倒三分之一左右的糖進去 我還是用一樣的高速 我還是用一樣的高速 現在有很多細小的白泡泡 然後這個蛋的顏色也變成 蛋白的顏色變比較白了 這樣子水水的 開始有一點點紋路 我就加另外三分之一的糖進去 這次我降低大概到中速 不要再高速了 然後現在表面已經開始有紋路出現 然後 表面已經開始有紋路出現 我就用最慢速 把最後的糖都加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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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现在表面变得很光滑亮亮的 然后拉起来看看 还是这样软软的 所以还要再继续打 还是最慢速 先在测试蛋白软硬度之前 要先稍微搅拌一下 把底下的也翻起来 然后你看现在这个下面的勾勾 看得见吗 上面勾勾立起来后有点弯 然后呢慢慢的拉看看 其实有一点直了 已经有一点点直了 我就觉得差不多可以了 现在还会抖动 还有一点 这个尖端这里还有一点抖动 这样就可以 不要再打了 再打就有点过头 你看像这样子有点弯 看得见吗 可以了 我这个打蛋器是 淘宝买了一只六七块钱美金 但是好快哦 所以我打的时候动作要稍微快点 不然一下子就会稍微搭过头 好